繁荣发展 那么今年呢 社区的这个合作 而且是要战略合作 我们5G消息工作组呢 将全力的支持 硬核桃的系列的 这个开发者的活动 大家共同来促进 5G消息的这个应用的繁荣 那么也给大家做一个 小小的预告啊 有这么小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双方呢 5G消息工作组和 硬核桃开发者社区呢 即将是疫情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看是线下还是线上 我们将举办 5G消息产品经理的这个 总裁班 包括5G消息产品经理班 包括5G消息总裁班 那么通过总裁班和产品经理班呢 做好这个行业的这个培训 那么第二个呢 是我们今年在WMWC的展会上呢 我们会面向开发者的 会双方共同主办一些投融资的这个交流活动 那么第三个呢 是最重磅的 是在今年的 绽放杯的5G消息商业标杆赛上的双方将联合举办中小开发者的赛事 面向个人开发者 面向小团队小微企业 那么我们提供创作环境 来探索助力这些中小开发者的商业选化 我们也会拿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这个奖金 包括测试手机 包括运营商的免费的这个条数 一些经营 然后鼓励大家积极的参赛 那么最终呢 还是希望广大的开发者 能够在5G消息领域能够大展拳脚 那么说的有点多了 时间有点超时了 那么主要呢 最后呢 还是感谢大家 对硬核桃社区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对5G消息工作组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那么最后呢 也预祝今天的活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好 感谢邓总 邓总刚才透露了很多重磅的消息 有我们的培训的活动 为产业服务的 然后也有我们的MWC展会 还有我们的绽放杯的活动 然后甚至刚才已经把我们 4月份的马拉松的活动 也都告诉大家了 所以说这个信息量是非常的大 那么请持续关注我们的 硬核桃社区 还有通信企协的官方网站公众号 然后来获取更多的活动信息 中国通信企协呢 是硬核桃社区重要的这个合作伙伴 我们近期呢 也是频繁的交流 探讨了很多 关于5G消息业务中合作的一些方向 那么希望呢 今年随着这个5G消息生态的发展 可以将我们合作的议题落地 同时呢 也进一步的促进生态的建设 形成一个积极发展的正向循环 好 非常感谢戴脑的发言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有请到开发者们的 开发者的代表了 第一位呢 是李卓桓先生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是Franjo的合伙人 然后也是硅谷的知名呼唤器 P&P Venture Partner 然后他呢 也是一个创业导师 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 技术创新 尤其是在Chatbot自然语言对话方向的 这种颠覆性的机会 他曾创立了紫霞BBS 他也是优酷网的首席科学家 GY网的创始人 水木清华的BBS站长 清华大学本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他有15年的互联网创业经验 20余年的编程的经验 著有智能对话与深度学习 Chatbot从0到1 简明的CensorFollow2等技术图书 是微软 谷歌腾讯等多家公司认证的技术专家 活跃在这个OpenSource社区的 创立发布了Chatbot SDK 开源项目WeChat 已经在Github上拥有万语死大数了 那接下来呢 热烈欢迎我们的周华先生 来分享一下他的开发者故事吧 好 非常感谢康家 这个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那我今天首先也是特别高兴 能够在咱们的硬核桃社区的 这样一个活动上 和我们所有的5G的开发者 和我们硬核桃社区的 我们的核桃人啊 大家上午好 那我首先呢 想去这个说一下 刚刚这个也听到我们的这个 李诞总说了特别让我有感触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在运营商5G Chatbot RCS时代来的时候呢 其实各个行业的 其他的这个Chatbot的开发者 比如说就像我们WeChat社区这样 原来在微信啊 QQ啊 WhatsApp啊 这个上面有大量的这个应用和社区 开发者的这样的社群呢 也开始来到我们的5G Tradbot的领域 希望能够在5G Tradbot的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 能起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刚刚这个李诞总也提到一点啊 就是说其实5G Tradbot最后好不好 取决于我们用户的体验好不好 那其实用户体验呢 在这个之前啊 用户怎么样体验到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应用 最核心的还是我们开发者 能够有多大的这个能力 开发出来我们的Chatbot 那开发者他开发出Chatbot 有一个能力后面的能力呢 也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像 应和的社区提供的这样 5GTradbot的开发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支持 那从我们Vchatty社区角度来讲呢 我们一直来 一直都是在做 Chatbot领域的开源SDK 所以经过过去一年多 和应和的社区的合作啊 我们也在5GTradbot这边呢 完成了我们所有的整合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可以专门作为 我们5GTradbot的开源SDK 那么Vchatty这样的一个SDK呢 除了在支持5GTradbot以外 它另外的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六年 已经在互联网上 把微信机器人 QQ机器人 WhatsApp机器人等等啊 都聚集了大量的应用案例 和开发者 所以呢我们的代码 现在已经可以完全一行代码 都不用修改的来运行 我们的5GTradbot 和我们的其他Chatbot 所以这是整个Vchatty 我们社区开源SDK的 一个最大的优势 当然我们还有最好用的 一个SDK的API 也能让开发者非常荣誉的 来使用上手 那在我自己的介绍呢 这里我就不多介绍了 那我这里唯一补充一点呢 就是作为Vchatty社区的创立者 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 会很快速的介绍一下呢 整个的这个 我对人工智能对话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我们叫 Conversational AI 这样的一个看法 以及说为什么我开始 会做Vchatty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会给大家做一个 很简短的Demo 那么在Chatbot这个领域呢 其实有这样一个趋势 大家可能都看过 就是说在过去 我们因为机器很弱 没有很强的算法 和人工智能的能力 所以我们人必须去迎合 它的操作界面 那比如说最早的 我们的文本界面 我们人需要敲命令 更早就不用说了 我们还有纸带 那随着机器的能力越来越强 它的智能化越来越大呢 我们其实也发现 它可以去给我们 画出来一个图形界面 对吗 那么我们人可以去点这些按钮 那么随着它的智能 再变强大的时候呢 我们想象 如果它可以去和我们对话 那么意味着 其实手机 现在上面的这些Apps 这些需要我们用手 去点的Apps 那么它就已经没有必要了 因为我们已经可以 直接和机器的智能 去进行对话 所以大的趋势呢 就是会从过去的 没有AI 然后有很多应用程序的 这样一种场景 变到未来的我们 AI越来越强大 那么就不需要 那么多的人机界面的 这个我们现在的Apps 这样的界面 那随着最近这些年的 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有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已经越来越被人们发现 能做出非常令人惊叹的任务 那譬如说GPT3 是现在全球最知名的人工智能的 语言模型之一 那它这里面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博士生啊 他就做了一个试验说 我能不能用GPT3 因为它能生成很好的文章 和自然语言段落 我能不能用它写一篇文章 然后发到我们的网上 看看人评价怎么样 所以这个博士生呢 就用GPT3生成了一些文章 发到了网上 然后呢 其中有几篇啊 就在半天之内 得到了这个 所有人类读者的好评 点赞 并且呢 冲到了榜首 也就是说机器程序 现在可以写出来的文章 可以冲到这个 就是被人类所认可 大家也没有发现 它是机器写的 然后还说 哇这篇文章写的太棒了 写直击心灵 让我非常有感触 学到了很多等等啊 所以现在的人工智能的程序 已经越来越多的 可以去达到这样一种 以前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这个电脑 能够理解的深度 并且能够做出很多产品 那在譬如说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Doy的模型 也是人工智能领域里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它的任务是什么呢 它可以让你给它说一个自然语言的需求 就是你告诉它一句话说 你给我画一个什么 然后呢 这个程序就能够帮你把你想要的东西画出来 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图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啊 它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我最喜欢 这个例子 它就是程序得到的命令呢 是说呢 请给我画一个萝卜宝宝 在穿着芭蕾舞裙遛狗 大家想一想 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萝卜宝宝 在遛狗 然后呢 得到这一句话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句话 就是在我最上面的标题里面 是一句英文的话 那么程序呢 就给我们画出了下面这个图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萝卜 各种各样的芭蕾舞裙和它在遛狗的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程序已经非常非常的在努力的理解人类的这些信息 并且已经达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但是呢 在过去这些年其实有一个观点 就是人们都觉得人工智能已经非常厉害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项目落地的时候呢 大家会在做一件事 就是觉得人工智能已经强大到 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给它一个任务 它就把人剃掉啊 然后还可以做得很好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些出发点啊 去做的一些产品呢 最后基本上都难逃啊 难逃失败的命运 为什么呢 因为在现在人工智能的算法 其实虽然已经很强 但是它还是在一些特定的领域 在过去我们对它的很多期待 我们过去对它很多 觉得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它正在慢慢地能够做到 并且做得很好 但是其实它还很弱小 整体来讲 现在的人工智能还出的非常的早期 会有非常非常的错误 尤其是在对话领域这样的情况下 会非常容易犯错 那经常对话里面发生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程序在某一句话的时候 就会得到 它很难算清楚这个究竟应该怎么办 然后它就会没有办法正确地 把对话进行下去 那么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能够通过对话 来服务客户的机器人 经常会卡死 并且非常让用户愤怒 到最后呢 其实使用这样对话能力的产品 最后就是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回来呢 那从我的观点来讲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呢 我最看重的就是说叫 有一种说法叫人机偶合 那大家可能又看过 以前的机械战警这部电影 也看过钢铁侠 其实它代表了两种 人机偶合的不同方向 那机械战警呢 是说我们就把人的脑子 放到机器里啊 人是作为只剩下一个 这个最核心的思维 但是所有的功能 都是由机器来替代 那其实如果我们去看钢铁侠呢 它会更多的说 以人为重 我们的人介入的程度 会更多一些 然后呢 那么通过机器来辅助我们人 那整体来讲 现在我们如果使用AI的话呢 会更多的以这种 结合的角度来讲 会可以更好的落地产品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硬核桃 我们接下来和Vchatty社区 我们一起也会合作 推动我们的对话机器人 5G Chatterbot的马拉松的比赛 那在这里面呢 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产品 应该是把握着 去使用最大的人工智能能力 同时我们也要 最尽可能的通过人机偶合的方式 去弥补人工智能的不足 那然后接下来说一下Vchatty 首先就是为什么我要做Vchatty 那大家知道Vchatty就是一个 我们叫最短六行代码 把即时通讯工具呢 变成聊天机器人 它可以把你的这个 自己用的微信号 自己用的WhatsApp号 自己用的QQ号 乃至于现在我们的这个 5G Tetherbot 所有的接入的能力呢 都通过六行的代码 就能够完完整整的实现 所以它提供了特别好用的API 那么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一个 开源SDK出来 因为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主要的工作 其实还是在开发 在这个早期的技术领域团队的 天使投资这一块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 原因是这样的 大概在这个六七年之前啊 那个时候 也许是七年之前 那个时候 微信刚刚上线了 这个五千个好友 最多的这样一个限制 但是大家看 这个是我当时的截图 当时我已经有 一万两千个联系人 当时有一万两千个联系人之后呢 我就很麻烦 首先我就找了另外的朋友 去要从一万两千个联系人 删到五千个联系人 就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大家如果删过批量 微信好友的话 就知道很麻烦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我们会发现 微信上的消息 非常的过载 从我个人来说 我加入了这个 有五百个 五百人的微信群 类似这样的一个规模 而且当时大家想想 七年之前微信 那我们会更活跃一些 所以我们就太多的信息 在微信上 让我感觉呢 整个的这个 每天的消息过来 让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处理 一大波的信息向你吸来 而且与此同时呢 我觉得问题是这样的 其实大量的这个微信的消息呢 当你在和很多人 在做同样的工作的事情的时候 譬如说从我当时 我大量的消息过来都是 首先有一批 每天都有很多的这个创业者过来 和我介绍他们自己的项目 那都是一些类似 像你们的估值多少啊 团队有多少人啊 你的背景是什么样啊 准备中多少钱啊 然后你们的主要方向的简介啊 都是这样非常非常 例行公式的一些介绍 那以及呢 还有像另外的一方面的工作 像我们经常会微信上 拉群互相介绍啊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创始人 介绍给另外一个创始人 或者把这个创始人 介绍给一个投资人 或者互相几个投资人 一起看另外一个项目拉群 所以这种拉群的工作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就是可以被自动化 那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啊 如果我有一个程序 能够让我自动化的 把这些事情完成 那我就可以在 呃自己 休息的时候 这个我的微信 也能替我把这些工作做好 所以这就是我最开始 做微chat 这样的一个 呃用程序来控制 我个人的这种 呃这个微信的账号 然后来帮助我做自动化 做提升工作效率的 这样一个初始的目标 那么呃 所以在大概六年前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做呃 微chat 这样的一个呃项目 呃 在做的时候 我就把它首先 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发布在了GitHub上 GitHub上 我们是用 Apache 2.0的license 做的开源 所以Apache 2.0 license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它是对所有的商业应用 最友好的一个license 几乎所有的 现在像Google 微软的呃 所有大厂的开源项目 全都是Apache 2.0的license 啊 所以所有的人 使用起来是没有个任何问题的 不会有任何的限制 呃 那么通过这样的license 发布之后呢 呃 我首先是满足自己的需求 我就把整个的这种呃 微信上面的这个呃 收发消息啊 收发图片啊 拉群啊 然后这个知道谁进群啊 等等啊 所有的这个我们人 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就把它做成程序 自动化控制 那么在呃 编作的时候呢 我也发现呢 在整个市场里面 其实做聊天 对话机器人的应用的需求 是非常大的 呃 在非常多的场景里面 有很多的商家企业啊 还有这个运营者 都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呃 有自动化能力的对话的 这个框架来支持他们的运营工作 或者其他的呃 更厉害的像做一些智能对话 和conversational AI的工作 呃 所以呢 也特别呃 特别的这个呃 高兴的看到呢 我们整个VTED项目 在过去的六年里面 从刚开始发布到 现在已经有12000个GitHub Star了 这是非常多的一个数字啊 12000的Star 呃 那同时我们也现在开始支持了 刚才我也提到了 从微信到WhatsApp 呃 从呃QQ 到呃 我们的这个像飞书 还有Gator啊 等等啊 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的即时通讯工具平台 我们都支持了 而且更更更让我们兴奋的是 在过去一年里面 我们也完美的支持了我们5GTEDBOT 通过和硬核的社区合作 我们完美的支持了5GTEDBOT的这种机器人平台 那这样让我们达到了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的VTED社区的机器人 一行代码都不用改 就可以呢 直接的这个跨平台的工作在所有的这些领域 那如果大家想象到所有在微信上面我们做的机器人 现在通过和硬核的社区的合作 我们可以直接一行代码都不用改 就把这个机器人拿来到5GTEDBOT领域 去服务我们所有呃 运营商5GTEDBOT的用户啊 那这也是我们整个VTED开源SDK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 那当然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通过社区的支持呢 我们所有从社区里面的开发者 已经为了用各种语言来使用VTEDSDK 也帮助我们开发了所有常见的语言 像Python Go Coslin Scala PHP Dotnet等等啊 这样的各种语言的SDK 所以我们VTEDSDK也支持了所有几乎常见的这个程序语言 OK 所以介绍了这么多呢 那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 Live Demo啊 因为这个Live Demo可以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一个效果 嗯 那么呃 因为一会儿会有我们的其他的开发者来Demo 我们的5GTEDBOT 所以我这个例子呢 要用我们最经典的我们在微信上面来做 那么呃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嗯 首先大家这个先扫码进入我们的这个硬核桃的这个开发者群吧 然后我们在群里面给大家Demo一件呃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发送一个消息 如果大家发送一个消息是丁 那么我们机器人呢就会自动回复一个东的消息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给大家看看自动受发消息的这样的一个代码啊 那左边呢 大家也看到了 它的整个过程我给大家做的就是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会把我们有一个getting started的这样的代码 这个下载起来 然后呢 安装依赖包 启动程序 扫码登录机器人 那么我会给大家用我的微信号来扫进去啊 所以大家一会发送丁的时候会发现我在回复动 那接下来呢 大家就可以在群里面发送那个丁丁丁了 对吧 所以呢 首先现在大家呢 先扫码进入这个这个微信群啊 我看看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进来啊 进来一些朋友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我们就可以开始嗯 我们就可以开始下面的这个代码 嗯 看一下 Vanet群 OK 已经有好多了 哦 现在大家看到的 我已经看到大家的丁丁了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丁丁呢 是我们fridayboat 当然我们fridayboat是另外一个机器人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呢 就会给大家代码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跑起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呃 我们平时呃 会这个用google cloud的一个share 那大家看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像我们这样 大家可以先等一下 一会我会丁啊 现在大家只会丁friday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 我们的原代码里面呢 现在我已经给大家开了一个我们原代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呃 核心的代码就是在这里面 大家如果来看一下呢 大家为什么这个机器人会看到丁的时候会回复咚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onmessage的函数 啊 它里面会检查呢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message的text是咚的话呢 我们就去呃 say 就去说哈 机器人就会说一个咚啊 所以你看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代码就超级简单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的这个原代码在网上都有 那么我给大家看看是怎么跑起来的 右边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呢 那首先我们开始之后呢 会做几件事啊 我给大家下一步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的是node的16的版本 所以我们大家 我们需要这个安装一下node的16 那么其次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依赖也是需要去安装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我们这个Linux系统里面的一些依赖的包啊 我们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tutorial安装就好 然后接下来呢 在我们next下去呢 我们去安装我们所有的这个npm的依赖 我们在这里面是啊 稍等一下 对我们现在可以安装我们这个npm的依赖 啊 就非常快 我们的npm的npm install 我们到了我们这个代码里面 然后我们安装一下这个npm的依赖 npm install啊 大家如果熟悉node的话会很快 那么安装完了所有的依赖包之后呢 我们这个软件系统就可以跑了 那么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微信版啊 右边有高亮的这个呢 我们我们把它放到命令行里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export这个这样啊 我们看这里有个wechat对不对 我就意味着我们要要启动我们的机身在微信的模式下面 那接下来呢 这个npm start就是我们要启动我们的代码 我们现在回车 回车之后呢 就会看到一个什么呢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呃 二维码出现啊 稍微等一下 会看到我们的二维码出现 二维码出现之后呢 我会把我的微信号呃 扫上去 扫上去之后大家在群里面再发送钉的时候 嗯就可以发现呃我的微信号也在回复东 哈哈呃 现在我扫了 扫了之后呢 我要登录登录之后呢 我们的机器人就会很快的上线 好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里有一个unscan的confirm OK 然后呢 还可以看到这个环login 呃 说明我的微信号现在已经在线了 那么大家现在如果再去发送钉呢 我们会发现 诶 是不是呃 我的那个 我的微信号也开始发回复东了 所以这就是好简单的这个一个demo啊 这也是我们啊 微拆水社区最喜欢常用的一个一个demo 嗯 你 如果只是想做一个收发消息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呢 呃 超级简单 我们的代码就在这里面 呃 我们在这个onmessage函数里面呢 我们收到一个message 然后你如果发现这个message的这个文本是钉的时候呢 你就去回复东 对不对 那给大家的demo现在已经在这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这个里面啊 这个呃 整个的原代码呢 在我的slide里面都有 那大家可以一会儿去看我们刚才上一页 我们上一页有一个有一个地址啊 在这里面有这个地址 大家可以直接在gethub上面拿到就可以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点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呃 这个呃 更炫酷的啊 我现在把我机器人断掉 OK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了我们在微信上面的例子 所以我的这个代码是跑在微信上的 但是如果大家关注我们右侧啊 我们这个tutorial的右侧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另外一个命令啊 我们刚才跑的是下面的这个命令 大家看下面的 下面这个命令呢 注意大家注意这里面啊 呃 其实主要注意最后这是wechat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上面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后面是whatsapp 啊 OK 现在我们把whatsapp这个跑一下 呃 这行命令 只改变了我们的一个环境变量啊 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代码原代码是一行都没有改的 那么通过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环境变量改成whatsapp之后呢 我们大家可以期待 现在我们的这个程序就跑在了whatsapp环境里面 那么呃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二维码 如果大家细心的话会发现这个二维码比刚才微信的二维码大 因为whatsapp的二维码的数据量多 所以他生成的二维码就会大 那如果现在大家有whatsapp的账号的话呢 你用whatsapp的手机的app去扫这个whatsapp的二维码 你就会把你的whatsapp登录到这个机器人上面啊 然后效果是同样的 你的whatsapp账号啊 你的whatsapp账号 如果有其他的whatsapp好友给你发送钉 你就会回复他懂 啊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演示了 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来来我们的这个tutorial里面自己玩耍啊 因为whatsapp账号大家可能也不常有 不像微信这么方便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live demo呢 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recap一下呢 非常简单啊 我们第一种情况 登录微信呢 我们只需要设置我们的这个微信的puppet 我们在社区里面这个环境变量 我们叫puppet 中文的意思叫木偶 意思是我们提了一些线去控制它 这样一个木偶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环境变量设成微信呢 我们就能启动到微信上 下面如果我们把这个环境变量设在whatsapp上呢 我们就能启动在whatsapp上 当然大家今天应该更期待的是呢 就是当我们wechat的这个环境变量 我们的puppet用我们的varnet puppet 也就是我们的5G chatbot 硬核的社区的whatsapp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wechat的机器人的代码和能力 我们现在社区里面所有的机器人 都可以直接跑在我们的运营商5G chatbot上 我想这也是我们整个wechat社区 现在和这个硬核的社区合作里面 我们能够带给开发者最大的一个价值 就是我们不但能够提供最好用的API 能够让大家用六行代码来开发完成机器人 并且我们能够把这个机器人运行在任何平台上 能够把我们现有互联网上的机器人呢 都切到我们的5G chatbot上面来直接提供服务 OK 好 那么最后呢 这个这就我给大家的介绍就结束了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wechat的这个简单的汇总 wechat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呢 除了支持了很多的即时通讯工具 支持了所有的开发语言 我们还开发了大量的这个社区做的plugin插件 以及说社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开发者 做了大量的这个开源的机器人的应用啊 同时我们下面有很多的这个获奖啊 比如说我们参与了Google的这个Season of Docs 成为了30个全球顶级的开源项目之一入选啊 我们也被中国开源云联盟评为过优秀开源项目 等等啊 这都就不详细介绍 那么在wechat社区 通过通过接下来我们这个在wechat社区上面 我们不断的完善5G chatbot 把我们硬核的社区的这样的5G的这个 我们叫PuppetWarnet的这样的这个开源SDK 做好的这个同时呢 我相信我们接下来的这个5G chatbot的马拉松呢 就可以基于wechat社区过去的积累 然后呢使用我们5G chatbot这样的一个这个开源SDK 我们把wechat用在这个接下来的hackathon上 能够帮到更多的开发者提升我们开发者的体验 让他们呢能够开发出更好的chatbot 最终啊能够让我们的5G chatbot 在用户侧的这种使用场景呢 变得更加丰富 以及提升我们最终用户的体验和认可度 那么这也是我特别希望 接下来wechat社区和硬核的社区 可以一起去推动啊 并且做好的一件事情 嗯好啊那这里面呢 呃就是我们wechat介绍就大概到这里的 那wechat就希望能够连接所有的chatbot啊 帮助chatbot的开发者做更好的chatbot 呃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所有的介绍了 谢谢啊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周华安 好刚才周华安在给我们做了一个现场的代码演示啊 然后我发现群里边也加入了非常多的小伙伴 然后都在群里面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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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对然后当周华安启动了他的wechatbot的时候 然后他的机器人自动的帮他回复了动物 而且效率也是非常的快 因为他并不是周华安真正自己在做动啊 这个是这个是机器人帮他完成的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一个现场的这种感受吧 然后能了解到wechatty现在做的这个sdk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 对然后呢我们之前在有5G消息之前 那么wechatty已经接入了微信 企业微信 叮叮 还有whatsapp等这些im的通道 那么5G消息作为一个全新的通道 希望能够避免或者是高效的避免这个重复造轮子啊 高效的为开发者专注于应用的创新 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支持 OK 然后还有看到这个评论区说啊 就是周华你的这个虚拟人真的是太强大了 然后其实我是见过周华本人的 然后我也能这个 从我的感官来看 其实他的虚拟人跟他本人真的非常非常像 非常非常像 所以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哈哈没有问题啊 这个虚拟人的形象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是完完全全是和我一样 比如说我张嘴啊啊啊 闭眼 闭一只 闭一只 他是通过一个叫做这个 Halway Pell的一个软件 然后呢这个软件是我在硅谷的一个 也是Google的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开发者专家 他开发的一个新产品 所以我正在试用 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切换一下 那这是我的现场的这个样子啊 那么他的开发这个脸呢会把我的人脸实时识别出来之后 把我的表情 把我的嘴 眼睛会变成我们的这个虚拟人 所以左右张嘴啊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软件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特别适合 就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太好的准备 尤其要出镜 然后因为大家知道开会的时候还是有些表情比较重要 那我现在挑眉毛啊打眼睛啊都会被显示出来啊 我觉得蛮好用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群里面问我啊 我到时候可以把那个link发出去之前已经给给那个康家安利过一轮了 好谢谢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玩一下 确实真的是就是现在这个元宇宙这个概念 然后就越来越火 然后我觉得很多虚拟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没有那么陌生了 但是真正的说进入元宇宙可能还需要用VR的眼镜啊这样的一些设备 对 然后那么其实这种虚拟人像 然后这种精细的不做 其实之前也见过一些 但是确实这个做的特别的细致 我觉得包括这个刚才眨眼的那种细微的动作捕捉的都非常的非常的好 然后回头我们也会在后面的公众号 还有我们的沙龙资料分享里边 把这个虚拟人的链接也分享出来 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玩一下 好那么感谢卓皇的分享 他现在又换了一个卡通的形象 不是他本人的 对这种也是可以 也有预知的可以的形式换 是的 还是挺好玩 娱乐性还是非常高的 是的 是的 OK 好 也非常感谢周华今天带来了丰富的内容 然后我们期待后面的活动当中 可以在用我们的WeChat的SDK 然后基于我们硬核桃的这个调测的环境 可以开发出更多的创新应用 好吧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之前提到的合作呢 就是也开发了5B消息的这个Puppet 然后开发这个项目的作者呢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沙龙直播 他就是我们长沙理工大学的张瑞宁 然后呢 他是长沙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大三的学生 然后连续两年获得了国家立志奖学金 校级的一等奖学金 综合评测在年级前五 然后帆路实验室的前端开发部部长 在校期间获得过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 省级二等奖 ACM应用开发赛省级三等奖 大学生物联网应用的创新设计 竞赛省级一等奖 还在开源之下的供应链点亮计划当中 那么创建了Profit or Not这个优秀的项目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张瑞宁 讲一讲如何跟5G消息结缘的吧 大家好 我是张瑞宁 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 一核桃社区的沙龙直播活动 下面我来分享一下 我参加这个Profit or Not开发的一个经历吧 我本人目前是长沙理工大学的大三学生 其实我最开始真正了解和接触编程呢 是因为选择了软件工程这个专业 我学习的第一门编程语言是C语言 刚开始接触编程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小白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我在大一的时候 是使用C语言完成了一个信息管理系统 算是一个小项目吧 然后进入了大二的时候呢 加入了实验室 然后跟着学长学姐学习前端开发 然后也掌握了一些基础的前端技术 之后呢就和小伙伴一起组队 参加了一些比赛 在这种比赛的过程中呢 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 然后这里呢是我的一些项目 这个呢是一个模型小助手UniApp 主要呢能够对学校的一些信息进行展示 同时还具有定位导航的一些功能 这个是一个智能幼儿床的微信小程序 通过情绪识别算法 能够对一儿的哭声进行一个识别 然后控制一儿床 对一儿进行一些安抚的工作 同时呢还能对一儿的健康信息 进行一个分析 经过这些项目的积累呢 我逐渐建立了一些自信 然后逐渐开始喜欢上了编程 这种具有逻辑性的人际交互方式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经过老师的推荐呢 我了解到了开源之下这个活动 于是就报名参加了开发支持电信运营商 5G Chatbot的WeChat 进入Puppet模块这个项目 当时呢是想给自己暑假找些事情做 但是后面看到5G Chatbot这个项目呢 看到里面的一些技术账 我还是有一些是比较了解过的 然后就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 5G消息呢 5G消息是在传统的短信业务和 采信业务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些更丰富的功能 能够支持卡片 文本的消息的多媒体的多媒体消息 那5G Chatbot呢 是5G消息中的一个重要模块 它是一个集成度更高 通过绘画的方式实现 全新的人际交互服务模式的一种方式 5G Chatbot的项目是 WeChat社区和Wallnet社区 共同联合举办的一个项目 那WeChat呢 是一个开源的对话机器人SDK 能够支持多种语言 便于开发人员快速地实现聊天机器人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需要做的就是 构建WeChat Puppet Wallnet模块 将RCS协议封装成一个 WeChat能够支持的一个Puppet 同时呢 要能够实现文本消息的一些收发 在项目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路 之前对5G消息也没有太多的了解 然后经过指导老师 包括像康佳老师 还有佳瑞老师 周华老师的一些帮助 我逐渐理性了这个开发的具体流程 首先就是用Postman测通了5G Chatbot的一些接口 能够成功获取到Token 然后之后呢 就能够实现文本消息的接收和发送 然后就成功地进入到WeChat 并且发布了NPM包 这里呢是我的一个 这里是一个最终的效果的展示 可以看到那个Chatbot呢 能够成功地发送丁 然后当我们发送丁的时候 Chatbot能够回复一个东 在参与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呢 我收获了很多 现在看来这个 参与这个项目的收获呢 远远大于我的预期 然后我现在也有一些 算是心得吧 与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学 要可以在模仿的过程中不断学习 优秀的 优秀的开源社区的代码 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地提高 自身的一些代码质量 然后我们可以把 开源社区作为自己的 一个优质的学习来源 同时呢在 做项目的过程中 可以与小伙伴加强沟通 尤其是在做团队项目的时候 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 说不定能够快速地解决 你开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最后就是要勇于尝试 多去动手参加实践 在实践中不断进行一个突破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的 瑞宁 这个其实作为大学生 我觉得勇于尝试 实际上是非常突破自我吧 是非常好的 然后当你当时是自己完成的 这个项目吗 好 瑞宁是不是不在线 那么我们等它连线之后吧 然后那我们继续向后进行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是我们的硬核道社区的高级技术经理杨阳 将带来分享 她是10年毕业于成都大学的软件工程专业 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2年的开发经验了 熟练地掌握Java CShop .NET Node.js等后端的语言 以及相关的流行框架 也掌握VoE等前端的这种流行框架 可以说是全占工程师了 然后先任我们硬核道社区的技术经理 对5消息应用的研发 积累了一定的开发的经验 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杨阳带我 分享她的经验 杨阳你那边能听到吗 能听到 我分享一下桌面 好的 大家能看到吗 OK你可以播放一下 好的 刚刚听到前面 先介绍一下 我叫杨阳 是跟大家一样 是一个普通的5G消息开发者 然后欢迎有更多的核桃人 以及其他5G消息开发工作者 能够跟我有开发的需要 或者有帮助 能够及时的联系我 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那个Challup的应用开发方面的经验 然后今天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在这几年的5G消息的 Challup的应用开发当中的几个案例 然后这几个案例比较简单 然后就是一个是MWC 那个移动通信上海展的时候 的一个小程序 一个5G消息小程序叫我要上墙 另一个是一个KC直播的一个小程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核桃人的一个 社区网站 一核桃社区上面我进行一个单独的分享 然后那个我要上墙呢 是去年那个我们公司参加那个上海展的时候 为了和观众有一个更加互动 更加互动 然后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更直观 更感受 更直观的那个5G消息的介绍 然后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我要上墙的这么一个动作 一个5G消息的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呢就是直接打开一个 打开的那个5G消息终端 触发一个按钮 就是我要上墙这个 然后呢 我们的Chatboot就会给你回一个消息 请你发送图片头像 然后你再发送一个图片上去 然后呢 你发送了图片过后 Chatboot接收到这个图片过后 就再提醒你 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你再给他回一段话 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 然后这个流程就完了 然后Chatboot接收到这一串的流程过后 就会把相应的消息组织一下 在大屏上进行展示 一部分的游戏 然后也发送了这个游戏 就会把你去购乱 需要免费音的 这个游戏 就在白纸里面 做到一个水平 都会很肯定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可以 是刚刚拿手机的那位同学 发的一条他的图片和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要上详的话 就是这么简单直观的一个 5G消息的应用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一个KC直播这个5G消息应用 KC直播呢 是我们公司内部举办的一个银河杯 5G消息创新大赛 这种一个东西 然后做这个KC直播的初衷是 因为我们公司经常有 知识分享 然后有就是线上的知识分享 或者有线上的那个 产品发布会 然后为了能够 这些就是在做这些的时候 能够通 及时的通知到我们公司内部的其他的成员 然后就做了一个这个KC直播 这个KC直播的话就可以在 后端 发起一个直播 然后邀请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到时间到点去参加 然后到到点过后 我们的APP会即时的提醒 就是用5G消息的形式直接提醒 这是一个后端的一个展示 然后这个页面呢 就是一个5G消息中端的一个展示 左边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后端发起了个邀请 然后你在你的中端会收到一个邀请的一个5G消息短信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邀请内容 时间 然后这个直播的描述 然后这个直播的一个观看链接这样子一个东西 然后呢第二幅图的话 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 用手机发起一个链接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无论是发送成功过后的话 就会有下面红色的这一段 成功向我们公司的哪一个项目组产品组发送了邀请 然后名称是什么 然后观看地址是什么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就是直播列表和个人中心 直播列表的话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查看 所有的在我们后台录入的 或者是在前端自己发起的所有的直播 然后分为什么正在直播 然后已结束或者正开始的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个人中心的话 个人中心里面有我的创建 我的邀请 这些东西 比如说最右边的这一个challabot的信息 就是我创建了哪些直播 我创建了直播有正在播放的 未开始了 也结束了这样子 然后最下面的一个红色的消息 就是提醒 提醒就是号码 提醒这个号码 马上你分享的 你那个 你被邀请了直播 或者你发起了直播 马上开始了 这个就是一个 PC直播的一个简单的内容 然后 另外一个分享的就是一个银河桃社区 这个社区的话最初的初衷是有三点 就是主要是为了让不了解5G消息的人 通过我们的银河桃社区能够了解5G消息 能够了解5G消息的流程 或者是开发流程 以及最新动态这样子一个东西 然后呢 第二点是为了正在开发5G的银河桃们 提供帮助 因为我们这边你看有提供了一些系统工具 基础能力这样子一些 谈那个资料的下载 以及开发类库的操作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了一些论坛 开发者论坛 可以为开发者在开发过程中遇到困难 在这上面跟我们的其他开发者 或者跟我们项目组进行一个互动 为大家解决一些开发上的一些困难和难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给已经开发好了的Chatboot 或者是正在做Chatboot的提供一个测试环境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线网的移动 或者是联通电信的一些Chatboot 它是没有测试环境的 然后如果是它开发好了过后 在我们的银河档社区注册一些 它正在开发的一些Chatboot的信息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些 提供一些测试环境 让它知道它现在的Chatboot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终端是怎么展示 这样这方面 它能够最后顺利的接通线网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们银河档社区的开发的论坛 有一些问答板块 文章板块 合同板块 以及设定的一些专区 这个是对然后银河档社区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介绍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然后上面就是我分享的三个案例 然后也欢迎 银河档们然后能够通过银河档社区跟我们参加我们的银河社区跟我们多多互动 然后我们为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帮助大家能够更快更顺利的进行5G消息应用的一些开发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是这样子的 好 感谢杨阳 然后杨阳我们 其实我看到 你主要也是做了大概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上层的应用 然后有上墙的这个Chatbot 然后还有直播的这个Chatbot 这些功能实际上在没有在现有的小程序或者是web页面上都是有的 而你现在呢相当于把它们可以通过5G消息也可以更方便的使用起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 OK 然后再就是呢我们开发了这个银河档社区 然后也提供了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些服务 那么可以在银河档社区里边申请开发Chatbot的这个资源 然后账号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配置 是吧 是的 然后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们实现他们的创意跟想法 那么感谢你做出了这么多大力的工作和贡献 没有的 希望能够以后能够跟更多的那个银河大人们多多交流 好的好的 然后对然后我再广播一下这个广告一下 我们这边的这个二维码 然后现在还是可以扫码进群的 然后呢如果你想跟我们的洋洋着环进行交流 那么就积极的去扫码加入到加入进来吧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分享嘉宾 也是我们重量级的技术大咖 他是顺多 顺多大哥 我们近20年的开发经验资深的架构师 然后专注企业信息化互联网 开源社区等行业 主要领域呢涵盖的架构设计领域设计 目的消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 还有大数据等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多哥来做分享 好 谢谢康家 谢谢各位专家 然后那个我是今天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我这边的那一个关于这么多年的一些开发经验 我来先分享一些材料吧 能看到我的这个屏幕吧 屏幕没有问题 你可以播放一下 行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开启你的五级消息之路 因为今天咱们这样 那个听众啊 应该都是咱们的开发者 所以说那个可能五级消息 这块对大家也是一个新的领域 所以我作为一个那个先行者 或者说是可能对这个提前了解一些 然后通过我的一些经验给大家 来带大家 做 教大家来做一个如何 来做一个比较好一些的 那个 做成一个好一些的五级消息开发者 然后咱们有两个副标题 一个是做一个五级消息的提课 一个是挑战新时代的超级短信 咱们继续往下 然后 这块先说一下吧 说先背景吧 然后咱们在这个五级消息 它本身是一个消息 它的那个领域上 可能跟咱们之前的有一些 比如说短信啊 还有一些咱们的计时通信工具啊 还有一些的其他 比如说物联网啊 这些的 可能都有一些重合点 重合点在哪些呢 就是说咱们在协议的这一层面 然后最早的 其实我不知道那个 咱们的开发者 是不是有那个上岁数的 可能了解不了解 最早的咱们短信 出现的那一个时代 然后其实 对于运营商来说 移动连通电信 当时可能还没连 还没电信 主要是移动连通 他们的短信是互相不通的 然后到个2022 就是2011之初 才那个运营商的短信才打通 然后资费可能都有些区别 然后移动 那个向连通发 移动内网 内部手机号 互发短信是一毛钱一条 然后跟连通发 就是一毛五一条 这个印象我比较深刻 后来通过工信部的干预 这个才逐渐抹平 但是那个实际上 那个到现在 五级消息这个层面 实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同运营商的 他们的五级消息 现在还不通 然后这个地方 说的有点跑题了 说到这个短信网关 就是说那个不知道怎么开发者 有没有从事过短信网关的开发 实际上对于移动连通电信 他们是存在不同的 那个短信网关的协议 虽然他们的 咱们所有基本上都有协议的底层 其实都是TCP 那个UDP协议 它是属于那个 七层网络模型的第四层 但是那个在应用层的话 就是第七层的话 咱们其实在不同运营商里头 分了不同三种 如果说你要开发一个短信网关 实际上你是需要对接 这三个移动 实现这三套协议的 然后才能实现全网的一个短信 这是一个短信网关的协议的一个背景 然后即时通信协议呢 基本上就是 说到这个XMPP 还有SMO SIP 这个呢 主要是说那个一些国外的 比如说谷歌的 咱们现在看到的谷歌 主要是那个国内的可能涉及到不多 国外的 比如说谷歌的 你用到那个安卓的系统 连接那个谷歌的框架 谷歌所有的通知都走到XMPP协议 然后那个SMS 这种的又是一种短信的 这国外一种短信的 那个基于SIP的短信协议 然后剩下第三种就是私有协议 咱们像咱们的那个微信 QQMSN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就是说 比如说微信 跟QQ的消息 他们从来是不互通的 也没有说第三方的 能接入到微信的消息里头去 然后因为他们的协议 是一个那个私有协议 就是说MSN 比如说MSN 你通过QQ你那个发消息 你需要那个在QQ的网关上 QQ跟MSN的消息是不通的 就是说他们之间不能互发消息 因为他们QQ是在自己 实现的自己一套内部协议 私有协议 它不能跟第三方互通 然后第四个就是其他协议 就是一些那个物联网 物联网现在那个 虽然说物联网的协议 没有一个标准的 但是现在最多见的就是MQTT 这是一个开源的 这是一个底层的协议 它主要实现一个地功耗的 地功耗地延时的一个 那个轻量化的一个协议 还有包括Web Socket 主要是用于那个 Web网页的一个即时通知 然后说到这么多协议呢 其实这些跟咱们的 消息都没有关系 我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背景 就是说在即时通讯这个领域 会有多种多样的协议 但是咱们5G消息 其实是最简单的 就是HTT协议 所以咱们5G消息 就充满了很多种可能 比如说你的5G消息 可以跟微信 可以跟那个其他的 像那个短信打通 跟你的那个即时通讯协议打通 通过一些转换器 是不是可以跟那个 微信打通 就咱们那个 刚才李总 比如 李卓涵总说的那个 他的那个VXT 就通过HTT协议 然后打通5G消息 跟那个微信 然后包括咱们后面的互联网 Websocket跟网页打通 这些都是通过 就是说因为5G消息的协议 是最简单的 标准的HTT协议 所以他具备跟其他 这种即时通讯协议 打通的可能性 这是说到一个标准 然后咱们绕远了 这是一个背景 然后那个我就开始说 咱们的那个一个 我分享的一个 我的一个开发经验 就是我可能做了17年开发 但是我接触电脑是很早的 我可能 我的第一台电脑是97年 97年的话 那时候基本上 还是用的是道次系统 道次系统 写的第一个开发语言 是Q Basic 可能这很多人 都没听说过这门语言了 是一个面向过程的语言 大家都可能都不知道 面向过程 因为现在接触的 基本上都是面向对象了 函数计算 这种的 然后 所以说 我做这个开发时间 可能是比较长了 所以我能简单来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心得吧 就是说 你想做好一个5G消息 5G消息 你在技术方面 你有两个 那个选项 就是一个是开发语言 一个是技术架构 然后你从开发语言 这个角度来说 选择一个好的开发语言 能让你达到事半功倍 然后尽可能选择一门熟悉的语言 除非你在正在学习一门新语言 就说咱们这个5G消息 然后那个 其实它的那个难度不高 所以你也可以借助它来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因为咱们的5G消息是一个那个标准的HTP的 基于HT域协议的 所以基本上市面上主流的所有语言 都能支持 很好的支持 比如说我右边列的这些 然后Node.js 然后Python Java C Sharp Clung Rust 都可以来做咱们的5G消息 选择的语言 然后那个 就基本上这些是通用语言 然后很成熟 所以你不用太纠结 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熟悉的 然后成熟的语言就好了 然后同时我还觉得有一点 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在纠结 我选哪种语言好 选哪种语言不好 然后看到很多人评论 比如说Java很好 广泛性很强 然后GoLang 它的那个斜沉能力 然后C Sharp 它的语法堂 然后Node.js 它的灵活性 这种都可以 就是说语言 它本身并没有好坏 你不要对一种语言有一种倾向性 然后你只需要觉得 适不适合你 它的优点 你觉得适不适合你 现在的这种需求 对吧 然后就是说 咱们这写的这一点 看到每种语言的长处 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种语言里头 然后第二个 我要说的就是一个技术架构 技术架构 里面涵盖了很多东西 然后它主要关注 我觉得你要选择一个 建筑架构的关注点 应该是 首先是一个成熟的架构 然后它支持异步 因为现在异步是一个 就是说在你的那个 无论你这个程序 需不需要一个高性能 它应该都是一个支持异步的 然后它是一个足够简单的架构 一个非常复杂的架构 你光熟悉这个架构 你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然后不一定 这个最后的架构你熟悉了 不一定你觉得 那个还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第三个 它有完整的凑数比 还有一个完整的日志 高性能可以扩展 这个满足这些条件 你就可以选择 再作为一个熟悉的架构 然后架构 说到架构 就是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不要自己造轮子 什么叫造轮子呢 就是说一个架构里面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各种各样的组件 然后你觉得 比如说你要实现一个 文件上传啊 文件下载啊 你要实现一个 那个生成一个 唯一识别码啊 这些东西 你要去自己写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首先这个东西 已经前人在写 已经做出来了 然后你写出来的东西 可能用户只有你一个 然后你在不停地 上面再进行维护 它浪费你的时间 然后它首先你的付出 跟你的收获不成比例 就是说除非你的轮子 会被成千上万人的人 所用写不出问题 你这时候可以造轮子 然后用的人 越多的架构越成熟 然后选一个文档完备 社区活跃度高的 但是最好看活跃的问题 是不是都在反馈问题 如果说一个社区 一个那个架构 那个反映的问题 都是在各种反映各种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 肯定你自己都不放心吧 最后一个 没有合适的技术架构 必须从头开始的话 最好多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听取他人的意见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远好于你自己爬山 技术架构 是在不断迭代的和优化的 没有一开始就很完美的架构 这点很重要 很多人架构师 在选择一个架构的时候 他可能想的很多 尽量就是说 想到各方面 各方面都很完美的一个架构 这种架构是不存在的 只有在不断的迭代 不断的进化 包括咱们的 比如说 那个一个成熟的 就是咱们操作系统 Windows还是Linux 最开始都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那个 实现最小功能的一个版本 但是在不断迭代 不断迭代 才有现在的那个Win7 Win10 Win11 SentOS Ubuntu 这种不同的版本 然后一个稳定的 大家用起来 不会出现问题的 一个版本 所以说 一开始选择一个架构 就是说 不要追求那种大而全 特别完美的 只有选择一个合适的 又可以扩展 可以不断完善的架构 才行 这是一个技术选型的 分享的一个经验 第二个 就是咱们是一个开发 开发过程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想 比做更重要 包括想的过程 包括你在组织 因为咱们开发 很多都有一个毛病 就是说 我爱做文档 我爱画图 其实你在做文档 而画图 这个只是一个形式 这是在帮你梳理 这个开发的过程 你想 一个复杂的程序 它里面有怎么组织 代码 哪些代码可以复用 然后哪些代码 放在哪些类里头 哪个类里头 实现哪些接口 实现哪些函数 来实现你的功能 这些东西 都是要提前考虑清楚的 考虑清楚了 再去做 如果考虑不清楚的话 就是说 举一个反面例子 就是说 咱们很多时候 看到有一个类 然后一个类 一两千行 然后你去 就是说 包括开发的自己的人 开发的人 你过三个月之后 再反过去看这个类的时候 你根本分不清楚 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写 这里头写了些什么东西 如果是没有完整的注释 就是说一个类 一两千行 然后再加上注释 两三千行 你从里面实现 梳理起你原来的逻辑 你根本再没办法回忆了 这种的代码 在咱们的程序员的圈子里头 叫做什么 叫做史山 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然后交给别人的时候 别人就认为这是一堆史山 维护史山是程序员最痛苦的事情 程序员最痛苦的事情 有几件事 我举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 别人的代码不写注释 第二个 我的代码要写注释 第三个 接受别人的史山 所以大家尽量避免这些东西 主要就是这个 咱们列的几个目标 想好再动手 动手很快 但错了再改 就会令人沮丧和产生挫败感 第一个 明确你要做 最后要实现什么功能 如果你刚开始都不知道 你想要实现什么目标的话 你这个东西 可能在不断的代码的过程中 然后添加新的功能 减少不用的功能 然后你最后代码不停地在维护 你没有最后一个实现一个目标 代码在不停地滚动中 第二个 想好代码如何组织 如何复用 单元测试 尽可能越早越好 然后 再说到这一部分 就是规范和最佳实践 每个开发者 都希望自己的代码 变成一个标准 非常一个 让大家都很钦佩的一个代码 很钦佩的一个代码 然后第一个就是 疏度代码规范 理解规则意义 第二个 最佳实践是同类代码 经过大浪投杀出来的宝石 咱们在那个 GitHub 还有GitE上面 都能看到 每一项技术上面 都会有 都会有这块的 最佳实践 然后可以去找一下 相应的 你要学习一门语言 学习一门技术的时候 找到相应的最佳实践 来做 然后代码规范 理解规则 代码规范 是你指导你的代码 如何开发 然后如何一个 合格的代码 然后规则的意义 就是说 这个规则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这个也是需要准确去理解的 这样才能使下一次 你开发的代码 能够符合规则 最后一个 总结提升自己 刚才前面讲到的是 架构和开发的东西 然后到这儿了 咱们就提升一些 一些难度了 然后这块 我要讲的是一个云延伸 云延伸是现在 最 现在最 最热门的 一个技术吧 然后包括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也会是最热门的 一门技术 云延伸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 咱们现在的开发 可能就是 你有自己电脑 就可以开发完了 但是开发完了之后呢 你需要部署 你需要 现在 我们部署需要在 消息 继续 就是说 为什么需要一个云延伸呢 咱们之前的开发 可能就需要一台服务器 然后 我们把自己的 开发完的程序 部署在服务器上 然后服务器上去运行 然后 这是我们测试环境 可能有的时候测试环境 然后变成生产环境 然后再往后 可能就是说 我们最后运行在一个 服务器上就完事了 但是云延伸什么呢 云延伸就是说 我们的开发 测试部署 全部在生产环境上 全部在云上 一切都有云化 就是说 我们首先 第一个 我们的程序 就是说 一个大的程序 我们要拆生微服务 每个微服务 就是我们的一个功能单元 或者说一个服务单元 它要实现什么目标呢 服务接偶 低率率高偶核 首先这个服务是无状态的 然后职责单一 横向扩展 足够精简 然后它围绕这个微服务的体系呢 它会有统一网关 统一监控 统一健全 集中配置管理 熔断 降级 再往上延伸一些 就会有DDD思想 DDD思想就是咱们的领域思想 就是说 一句话来简单解释这个DDD思想 领域思想 就是说我们把相关的东西聚合在一起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领域 比如说订单 我们就是一个订单的领域 我们库存 就是一个库存的领域 这是在说的一个电商的项目 就是订单是一个领域 库存是一个领域 然后我们的展示就是一个领域 它们在一个领域里头的东西聚合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微服务 这基本上一句话简单清楚 大家有兴趣可以对这个技术 去那个自己去了解 微服务和DDD思想 这块实际上你要讲细了 可能一两本书都够不够内容 然后第二个咱们就是容器化 容器化部署 因为大家这块对于服务器来说 容器化能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的部署不简单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个程序部署 我们需要依赖于各种组件 需要去打包 需要去那个 然后配置各种环境参数 但是容器化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配置在容器里头 实现我们在就是开发的过程中 开发完了 然后我们调试通过了 我们的所有的配置 然后全部打包到容器里头 容器直接发布上去 不用在服务器上进行任何操作 我可以一键发布 然后保持环境一致 然后咱们说的容器 这里的不光说到的Docker 还有替代品 Hoteman 还有Content 然后这些都是统一掉的容器 然后包括容器编排 容器编排工具 K8S K3S Runcher 然后Swap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容器编排 为什么要有容器编排呢 你现在就是说一个宿主机上面可以编排多个容器 容器的启动顺序 还有容器一个几个容器之间怎么去协调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些那个容器编排工具来安排的 然后这些容器编排工具呢 然后组建成了一个大的集群之后就变成容器云 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的DevOps 持续集成 持续部署 自动化 然后约定大于配置 这是咱们DevOps的那个一些核心 就是持续集成 你首先你开发完了 那个你提交代码之后 它就可以自动发布到 那个自动发布到 这是持续部署 可以自动发布到你的测试环境 生产环境 持续集成 就是说我前面讲到那个单元测试 写好单元测试 它自动帮你执行单元测试 通过了它就发布 不通过它就那个给你报错 这样的话 你的实现了 就是这套流程建立好之后 你只要开发你的程序就行 你不用关心部署 不用关心那个线上的发布 这是咱们DevOps的核心 最后一个 其实就是咱们的PASS组件 因为是一切都在云上了之后 你的数据库 你的消息队列 你的存储日志网络都在云上 所以如果是你要用的是一些公有云的话 那应该是必用到比如说数据库 那个消息队列 尽量用云自带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事情 因为其实咱们那个环境部署 还是调试这些东西 这些方面 大多数耗费时间的最多的 就是在这些部署 你部署数据库 存储 这些东西 调试大量的时间就花在这上面 如果是云 部署在云上的话 这些事情都可以交给云平台来处理 你可以节省大量的开发时间 下面一个我讲的 就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说这个 Severlies 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要在这里提一下呢 就觉得 它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也跟咱们的5G消息 是比较契合的一个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开发者 这个比云原生更高级一些 云原生你还要考虑容器 容器部署的问题 在Severlies上 一切你只需要 那个编写一个满足业务的函数就可以了 它一条式 一修改 一管理 一千一无状态的 你只需要写一个函数 然后发布在 那个Severlies FaaS FaaS平台上 然后 这个FaaS平台 然后自动运行这个函数 自动启动 然后按量 就是说 你这个函数 如果说是并发比较高 或者性能不够的话 它自动帮你扩充 后台的资源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考虑部署的问题了 然后一般是按量计费 就是说 现在的 现在的一个满足的Severlies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一般怎么是按流量计费 状态管理 比较于PaaS键 比如说你的数据库 这些你的数据 需要有状态的数据 数据库这些的 就需要用云平台的PaaS键 然后目前 支持这些Severlies和FaaS的 那个大云场商 亚马逊 微软的 阿里的腾讯的 只有一些大致性云场上支持 还有 Severlies 对一些弱类型的语言支持好 这个注意很重点 你如果说做一个Java的 在某些云平台上 可能是支持的 但是 有一些云平台是不支持的 所以选 如果说你是做 Nord.js弱类型语言开发者的话 比如Nord.js Python的话 在这些云平台上 有一些优势 就是说这边有一个统计比例 就会帮你减少 至少50%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还要重点提到的一个就是安全 安全的话就是说 你做一个程序的时候 考虑到的安全 就是在等于5G消息 需要考虑的一个是防监厅 一个是防窜改 所以你做的5G消息程序 首先它在公网上运行 你至少需要一个HTTPs的协议 来保证最基础的安全 剩下的你保护好 自己的服务器安全 还有你的程序中的敏感信息 然后你的消息 是一个合法合规的消息 然后利用好云平台的云防护 做到这些基本上 你的那个5G消息 就是一个安全的 然后后面这一部分 我再推广一下我们的硬核套 我们硬核套的一个这块讲 首先第一个是 我们硬核套的一个消息网关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开发者 更易开发5G消息 为什么我们要推出一个 硬核套的5G消息网关呢 第一 我们现在三大运行商的接口 是有差别的 然后你作为开发者 你现在没法确定 你是将来要对接 是移动还是电信联通的 接口的时候 最好是就接入我们的 那个硬核套5G消息网关 因为我们对三大运行商的 接口进行统一接口失败 你只需要对接5G消息的接口 5G消息网关的接口 然后就可以不用考虑 那个运行商的接口了 而且运行商的接口里面 会有很多的容易字段 会给你提供那个一些字段 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配置 或者说它的文档 这块支持是很多不全 所以我们在那个考虑了 开发者的一些那个诉求 或者说一些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那个建设了这套 进行核套5G消息网关 能不能帮助你来开发者 帮助开发者来更好的 接入5G消息 我们有完整的工具和文档 在线文档 线上访问调测工具 快速开发 调试部署上线 然后是面向开发者的 咱们这一套消息网关是一个 因为咱们面向就是一个开发者 是对开发者的一个 针对开发者的一个优化 然后同时我们消息网关 会持续迭代 然后根据开发者的意见 不断完善 第二个 我这边说的一个就是 硬核套的5G消息开发套件 首先 现在作为一个5G消息开发者 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运营商 这边你需要申请账号 可能就是说 运营申请账号 包括你的终端 这些东西 可能都是一些困难 然后我们这边硬核套 就能提供一些那个 跟运营商一致性的一些 一些那个仿真 以及拟针调试和仿真测试 包括我们支持三网对接 一站式的配置 然后我们的拟针这块 主要是跟说的是 跟线网一致的体验 网络这块我们提到 提供端到端的联通性 然后兼容我们支持 三网的全兼容 然后终端 我们是通过那个一个APP 来仿真你的5G消息终端 最后我要说的一个就是 硬核套的一个 5G消息核能商店 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正在建设的 一个核能商店 这个商店呢 我们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首先有一套能力商店 比如支付啊 AI啊 语音啊 这些能力 我现在是在那个 5G消息这块 没有一个专 专门的接口 或者说一个专门的东西 来实际帮你实现 这个支付 但是将来我们就在 那个商店里头 订购我们 比如说我们订购 我们的那个支付宝的支付 然后我们的银联支付 我们可以把它 做成一个能力 然后你在你的那个 程序里头 把这个能力接入进来 然后你就完整的 能通过 那个能完整的 让用户实现这个支付 实现这个AI和银 这些东西 都通过能力 我们把这定义 一个一个能力 将来通过这个商店 你就可以 那个基本上 就是点一下鼠标 就能接入这个能力了 然后我们包括能力 接入 这块有接入文档 接入视力 然后我们这个 资费的话 就是说按照你的流量 计费 你也不用担心 我刚开始可能调试一下 就是说 很高的资费 我们是按照最终的流量 计费 我们还有一个控制台 就是说你这些能力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参数的配置 包括你的调试工具 然后这是我们的能力部分 能力商店部分 我们还有一个行业模板库 比如说那个 我们会在这上面 建立一个行业模板库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电商行业 我们会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5G消息的模板 然后你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 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 然后你可以直接以用模板 来实现你的业务 而不用去自己从头去写一行 一行一行代码 来实现这个5G消息的模板 5G消息的这个程序 你直接引用这个模板 稍微调整一下 你就可以快速实现你的业务 然后我们包括 你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 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贡献这些模板 然后让它上架 然后抛过这些 我们也会有相当于 类似于苹果商店这种分层的机制 你上架了这些模板 然后有人来使用了 我们会给你提供分层 最后就是一个月管理 就是说各类各有新的模板 或者说你是原来旧用户 模板有升级 可以通过订阅 然后直接使用到你的程序里 而且你的订阅 不依赖第三方平台 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商店里头 订阅它模板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直接在 我们会通过一种方式来控制你 然后你的订阅成功 就可以直接在你的程序中使用了 好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结束 感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多哥的分享 然后多哥可以翻一下前面的 我们最后三页里面提到的内容吗 好的 刚才你介绍到了就是我们的消息网关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合能商店 还有我们的开发套件 这些我理解都是对我们的开发者 更加友好的一些工具 那么目前的话 三大运营商的接口 它存在差异 那么实际上如果直接对接应商的话 它是需要对接三套接口是吗 对 现在是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 你需要对接三大运营商的接口 需要三套接口 每个运营商去申请一下自己的这个 对 拆得过账号是吧 对 那肯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且重新的工作比较多 所以其实我们这里边提供的三网统一的一个接口 其实在我们这边就相当于一个接口 完成了三家的这种渠道连通 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的开发套件 那么这里边的话 如果是用我们的APP仿真终端 跟我们真正的这个线网手机终端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基本上就是线网的终端 需要那个手机厂商这边来支持 然后只有一些特定的终端 才能现在是支持5G消息 然后虽然这个终端的数量在不断扩大 但是还是有一些局限性 并不是所有终端都支持 所以我们这边提供一个仿真的APP 提供就是说在不支持这种 那个原生5G消息的终端上 一个那个5G消息的那个展示 和真实使用是一致的 OK那我如果用这个终端VP的话 至少我不用再去买一个新的手机了 是这样的 对 OK那确实是 因为这个GOLD这个测试机 一般情况下一个安卓机 也得在1000元到2000元左右吧 是吧 对 现在是便宜的可能1000多 对 所以这样还是非常的 为我们开发者提供 而节省了这个成本 OK 然后还有第三个是我们的 后面还有一个是核能商店 对 核能商店 首先呢我们在左侧应该是提供了一些能力是吗 对 我们现在就是说把那个 因为现在那个各个可能说是各个厂家 他们的那个现在的提供的 就是说那个就是运行商这边提供的标准接口 也缺少一些能力 比如支付AI语音识别这些的 都是缺少这些能力的 然后但是由那开发者自己去做这些事情 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包括也还有重复那个开发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考虑就是说把它统一归入到我们的核能商店里头去 有这方面需求的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能力 来构建自己的那个自己的程序 那这样的能力的话实际上方便的调用 但是同时我看到右侧应该也是 可以让开发者不知使用能力 还可以贡献能力是吗 这个不光是贡献 不光是能力 还有咱们的模板 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一个电商 我前面有一家做了一个那个 就是小家电的电商的程序 另一家我想做一个社区团购的 其实他们的功能是大同小异的 然后我可以把那个原来的那个 做小家电的这个电商的模板 我稍微改造一下 就改造一些logo啊文字啊 然后然后使用到我 嵌套的我的上面去 然后变成它一个社区团购的一个shadeboard 这种的话就是大大减少的开发者的时间 然后作为开发者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标准的模板 我可以上架 然后让很多人来使用这套模板 然后我也通过这个上架这个模板 实现我的那个分成 实现我增加我的收入 好的好的 OK 那非常感谢多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然后我们这里边也会在 我们提供的工具以及基础的一些开发环境 包括未来的这个商店的平台 希望更多的开发者可以关注我们 然后也能够一起跟我们投入到这个建设当中 然后丰富我们的武力消育生态 OK 然后那么我看一下我们群里边实际上还有一些互动的朋友们 然后他们的问题 我看一下 最新的一条应该是Cue的着环吗 着环在吗 着环 在的 好的好的 然后我们看到 有朋友问 请问WeChat里这边具体是怎么与Chatbook打通的 有渣渣诺语言的demo吗 SDK这边可以通过Maven集成吗 这个也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好 我就快速的回答一下 首先是打通是通过RPA的方式 如果大家知道RPA的话 就是叫做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那细节就不多介绍了 总之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RPA的方式 我们已经能够把这些没有 这个开放API的这些应用程序呢 我们希望用人工智能也要去把它给管起来 对吧 因为人能用 那我们的机器人 我们的人工智能能用 我们就用RPA的方式提供了API 进行了打通 如果想详细了解呢 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一会儿我会把link发出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Java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在flat里面也有提到 我们所有的语言 go java.net都有可用的SDK 是通我们社区开发者自行开发的 因为我们使用了统一的这个JRPC的消息接口 那么SDK Java版是用Cotlin写的 然后里面应该是走的都是Marvin 我们也发布了那个Marvin的程序包 那么详细的介绍呢 欢迎访问我们WeChat的官网 在里面有这个专门的JavaWeChat的这个入口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原代码 还有我们的Getting Started的这种样例的程序 直接也可以用Java语言 把我们的叮咚给跑起来 就是刚才我跑叮咚是用的Node.js 是用TypeScript写的 那你用Java呢 同样的代码 你可以在我们的Github的入口里面找到 那么WeChat所有的代码都发布在Github上面 是基于AVC2.0License 所以欢迎大家去那边翻一翻 基本上大家需要的东西 我们社区里面 我们这个开发者社区里面 大家都已经发布出来了开源的版本 可以供查阅 好 我问题回答完了 好的 感谢卓环 那么也请我们的开发者可以去Github上 还有WeChat的官网上了解更多的关于WeChat的使用 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硬核桃 如果你开发5G消息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硬核桃的官网 百度搜索硬核桃开发者社区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 还可以加入我屏幕下边的这个ARIMA 这个ARIMA是我们的开发者交流群 然后我们的开发者大咖 以及本次杀龙的资料都会在群里共享 那么现在还有这个扫码的时间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扫码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在公众号里面 也会分享资料的时候 也会把这个ARIMA贴出来 大家都可以到时候再加入的 那么非常感谢各位开发者们 带来的精彩分享 然后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让我们从开发者视角 看到了5G消息 先行者们是如何探索 如何实践的 虽然5G消息是新兴的技术 但其实并不是毫无根基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开发者 已经展开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而我们的创新者 已经把一些应用案例 迁移到了5G消息下面 那么无论是入门的小白 还是行业大发 作为开发者 他们都具有着简单纯粹的特质 而且我看到最重要的也就是 他们始终保持着对新技术的好奇心 我之前呢 其实也做过一段研发的工作 其实我也特别的有感触 就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开发者 实际上是基于我们所有经历过的代码 我们所有经历过的文档 甚至我们减少的发量 基于所有的这些 我们之前做的工作 然后技术当然会去迭代 但是我们不能说一些技术过时了 那些代码就没有用了 而正正相反的是 我们现在所构建的新的东西 往往都是基于当初的那些 积累下来的经验 然后我们现在有时候看不见的成果 其实也不是白费了功夫 而正是眼前的这些探索的工作呢 能够指明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我也在这里边呼吁 更多的开发者们 能够看见5G消息 在5G消息开启的这个新时代的时候 能够首先的敢于突破自己 加入到我们这里边来 然后所以最后呢 我也特别感谢今天的嘉宾 以及所有在5G消息萌芽期 做出贡献的开发者们 让我们的5G消息 作为一个全新的服务口 便令我们的生活指日可待 那么当然想要了解 更多的5G消息的行业信息 然后以及技术分享 开发调测的工具 都可以来到硬核桃社区 我们是面向5G消息开发者的 垂直技术社区 以开发合作分享互助 创新共赢为宗旨 致力于为5G消息开发者 降低技术门口 提高开发效率 助力5G消息技术的应用和商业转化 那么登陆我们的硬核桃社区的官网 在5G-MSG.com 或者是百度搜索硬核桃社区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 另外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获取本期的沙龙资料 还可以在视频号 然后嗶哩嗶哩搜索硬核桃社区 回看本次我们的沙龙视频 也期待大家的关注评论分享留言 大家多多的支持 加入到我们的硬核桃来吧 然后做5G消息来硬核桃 今天我们的沙龙活动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 以及线上合同人们的参与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康家 再见 好 谢谢周环 再见 谢谢周环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